所以你會發覺到跳彈床和原地很喘氣 跳幾下你就會去到146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在家裡跳彈床 我有朋友真的買了一張彈床放在家裡跳 因為小孩子很喜歡彈彈跳 但有沒有想過這張彈床其實不需要那麼大張 這麼小的彈床就已經是彈床 你不要看它自己的彈床 但其實它是很有彈力 我先捏給大家看 它是很實正但其實很有彈力 因為原地跳繩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跳繩是一個很好的延肢運動 因為它不節省地方 不用跑步 不用說經常要出去怕冷又行 在家裡都做到 但是那個心率的區間是絕對很快 太高速地令到我們提升了心率 去到我們的延肢區間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個如果現在 尤其是健身又去不到的時候 一個比較慢用的彈床 給大家看看 這樣彈的時候 有一點點是它彈回我上去 有朋友就問 其實原地跳就可以了 原地跳 其實都可以 這樣跳繩是可以 但有兩個不好處 就是那個撞擊力 因為這個地下的硬 其實都會影響到膝蓋 第二就是有張反彈力的反彈床 跳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需要平衡 我們人需要平衡 因為這樣跳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亂按 你不是亂跳 其實你是需要用一個 你的頭部 去令自己平衡一點 這個其實就是 增強了一點點難度 好 其實你會覺得不難 但是你是需要平衡自己的身 不要左搖右擺 或者不要跳出界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需要 自己平衡 自體平衡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會發覺到 你跳彈床和原地 很喘氣 然後跳幾下 你就會 已經去到1,4,6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考慮過 就算原地跳 如果你原地跳彈床 兩分鐘已經可以很快速 提升了心率 然後延肢 所以這個跳彈床 最初我會覺得很危險 不過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 不要跳到忘形的時候 扭傷 也不要太過大的動作 其實如果你害怕的時候 你也不需要這樣跳 不需要這樣跳 你可以好像靠它的彈力 去到 硬著你 就是這樣 你其實感覺到自己的腳尖 硬著硬著 腳是沒有離開箭的 這個是最初階的 安全 你不會跳錯 跳扭傷 第二 就是有一樣 令反彈力 去支撐著你的身體 去向上向下 去跳 這是一個 好好言之運動 其實有些動作 也是很適合的 譬如你有沒有聽過 平日支撐在地上 你會這樣 但是手肘 如果試過 你就會知道很痛 但現身教練教過 如果你前面有一個軟的 給你平日支撐 你會舒服很多 平日支撐很划算 平日支撐很划算 你做一分鐘 兩分鐘 你已經是全身的脂肪去燒脂 其實包裝說明也有說過 它裏面有很多用法 你可以坐在那裡 然後做一些 保持脂肪的運動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輕的 也不是很阻擋 就算你放在我們沙發 你可以坐在地上坐 但是收起來也很容易 其實只要你有創意 這個彈彈鑼 是可以隨時 代替到你家的 或者是健身裡面的 一些器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